中部向南大三夾第一次 冰冷第二次梦妮 在過去都是他掃手 用太空包的方式來採採梦妮 不過現在是用檳榔樹幹來採採 當時也有夾子 用檳榔手的蜜蜜來製作撐桌 一箱是賣1480元 這計測是無縮 但一樣不會到下下叫 檳榔手的手幹 三次掃香菇 現在中部第二大三夾梦妮 採採的風雕也比較伴利 初代過去 一箱私塾航太空包的採採風飾 推廣這個造林的活動 很多的檳榔樹幹 你如果不好好的處理 那可能會造成二代的公害的污染 它流到我們的河域裡面 可能就變成了漂流木 阻礙我們的水道 中部梦妮的年三夕各代十億 而且當天採採的梦妮口感比較好 但該用檳榔手感生散 大天採採的口感並沒有差別 現在就這麼早的主持 申請專利 買以香檳木耳在市場做Cube 現在利用我們的檳榔樹幹下去撞 連夏天種出來的木耳 它的口感也跟冬天的都一樣 都非常的好 整個木耳的產值在我們中埔 一年超過十億 甚至外面上的餐桌 也利用檳榔手的蝦子來加工製作 強調的蝦咖啡是它通大的地點 當年只能在花瓶店 下場受到目一生的關注 是行銷到美國 日本甚至中東杜拜 介紹一箱換修一千四百八十塊 我們的中底它特別的透氣 特別的吸汗 乾爽 而且它是自然的 它像會呼吸一樣 穿過了以後 它會把你的腳氣都吸掉 你看我們檳榔的落葉剛掉下來 它是軟的 是濕的 後來因為太陽一照就變成乾的 完全不用接受化學的處理 就是這樣 雜誌共町三年來 掛消素量二年增加 今年目標掛消素量十萬箱 三個中帶動電風民眾 炭秋露工的會用 最厚夠讓中華家工搶代工 你包括香檳木耳含綠金拖鞋 運用到冰冷秋生散 電福到過期冰冷三夾 後面的印象 炭秋露工